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G大叔 今天就來到基隆的林家園之豬腳 這是這家店側面的樣子 可以看到現在正在下著大雨 這是這間店正面的樣子 那請問 我內用可以叫兩份主角嗎 內用兩碗主角 很大碗嗎 那一碗好了 謝謝 謝謝 不好意思 台北來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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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營業時間在這邊 好,菜單在這邊 好,那就整個掃一下 OK 那我內用要一碗豬腳湯 然後還要肉 那就肉好了 還是夾好了 看你自己 不要問我說怎麼樣 那是看你自己 我不要做任何的推薦 好,那豬夾好了 豬腳 要肉 要肉 肉好了 要幾個飯 要飯麵線嗎 麵線 然後跟燙青菜 謝謝 好,謝謝 好,那這個就是非常非常有名的豬腳湯 去苦的 好,現在就吃吃看 它旁邊有附一個醬油 辣椒醬油 先吃一個原味的看看 從台北千里條條跑過來 吃了一個多小時的尺寸 好,豬腳味道非常的好 嗯 嗯 哦 湯頭很鮮甜 嗯 好吃 充滿了膠質 味道也不錯 好,感覺沒有骨頭刺起來比較輕鬆 然後膠質的部分 蠻不錯的 他們就是已經這個 在年底要退休的店家 好,再上這個辣椒醬油 啊 好 掉了 OK 你看 好,這樣辣椒醬油比較好吃 好,今天真的跑超遠來的啊 好,我剛剛已經照過這個豬腳了 好,燉足的很柔軟 好,肉質相當不錯 好吃 好,希望我的聲音 希望我的聲音能不能聽得到 因為 裡面稍微人有點 有點比較多 可能比較 炒一點 肉質很紮實啊 然後湯頭很鮮甜 不錯 好,喝起來還蠻暖身的 嗯,好吃 然後這個湯裡面還有這個豬腳的風味在裡面 很濃郁啊 肥肥肥肥肥肥肥的這個膠質 好,冷冷的天醬來上一碗是蠻不錯的 呵 我短用短用彈跳跳走 蠻厲害的 好,湯頭確實蠻好喝的 好,那分數我覺得是90分 嗯,老實說我覺得它的湯頭還是稍微帶點這個豬的 的原味啊 那個味道比較重啦 你還要什麼 一碗飯 150 所以它真的需要一點那個辣椒醬油去壓一下那個味道 噢 噢,是不錯的 但是可能就要 稍微習慣一下 可能比較 沒有加什麼調味料 就是 很純粹的豬腳跟鹽吧 或者是還有加米酒 它那個豬的原來的味道比較重 好,再來是這個麵線 好,在這個當地確實是蠻有風味的 特殊的店家 好,這個麵線上面應該是 辣豆瓣 哦,是辣椒醬 辣椒醬 好,那麵線吃起來蠻Q彈的 手工麵線還蠻好吃的 好,這個應該就算是甜飽肚子了 好,這個就算...口味上就算比較普通啦 好,那分數我覺得是83分 那距離年底還有一段時間還可以有機會來品嘗 好,就這個,是蒜頭辣椒啦,蒜頭辣椒 好,這個是燙空心菜 空心菜的量還蠻多的 切的還蠻長的 空心菜還蠻嫩的 空心菜還蠻嫩的 我覺得它是這個在地很...味道很強烈的在地店家 就是在地風味很強烈 蒜辣辣椒,蒜辣辣椒配上這個... 空心菜 空心菜還蠻特殊的風味 然後菜切得很長 然後菜切得很長 蒜好吃啊 空心菜感覺口感略油一點 好,老闆蠻辛苦的 我們這一大鍋一大鍋一大鍋 本身好的豬腳 那請問我得多少 170 好 謝謝 謝謝 請問新聞有講說什麼時候會休息啊 不曉得啦 還不曉得啦 好好,謝謝齁 好 好,那各位朋友就這個把握 有限的時光來用菜 好,那風味蠻特別的 各位可以來品嘗看看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愉快 掰掰